國民黨主席選舉登記最後一天 五位參選人先後抵達國民黨 除了連叔叔 還各自帶了支持者拼茶 現任黨主席洪秀柱更展現創意 擺出行動劇宣誓要改變國民黨的香港文化 我們遭遇到了對手無情的清算跟鬥爭 我們希望由於大家共同一心團結一致 真的能夠在2018六度的選舉跟地方的選舉當中 我們再次的能夠奪回拿回我們的政權 只是要爭取黨主席大衛 六位參選人交出的連叔叔數量 卻跟有效黨員數量都不攏 最少的是韓國瑜57000份 吳敦義最多有22萬2000份 有效黨員將近48萬的國民黨 六位參選人一共繳交了72萬份連叔叔 但可以投票的有效黨員只有近48萬 黨中央只有三天時間可以進行查核 如果你連署有一二十萬你投出來只有三千票四千票 如何交代 我們要廢除連署改革人頭 有更好的制度來取代保持連署的精神 這就是我講的這個電子話 那麼我覺得這是未來我們必須要走的方向 本次選舉是國民黨最多參選人的一次 也浮現許多以往較少被注意到的問題 除了重複連署之外 會選也像烏雲一樣籠罩國民黨 會選是所有選舉最邏輯的部分 那是絕對不可以容忍的 黨中央來端正選風 選風的清點代表著國民黨的形象 黨主席選舉六強增足卻是會選榜莊 人頭爭議不斷 看來要改革國民黨得最先從黨主席選舉改起 對於黨主席選舉